持續帶你來關注了 這花蓮縣售豐箱台11線 今天發生了這起重大車禍 這輛花蓮客運的大巴 與對象自小客車 發生了對撞事故之後 當場是失控 衝出了邊坡 整輛車翻落在五層樓高的橋下 上七點半 發生失故 他是怎樣 兩個 兩部車 然後他翻下去 下車 時間是七點半 他那時候有很多人在裡面嗎 五個人 在車上 現在剩下一個在找 還在找 根據了解 當時巴士車內 包含了駕駛一共有五個人 對撞的小客車上則是有兩個人 而這整起事故 已經造成了四個人受傷 其中一個人還被拋出了車外 附近民眾發現之後 是立刻上前協助 將車窗敲破 救出巴士上面的乘客 目前警銷人員也到場來救援了 不過呢 其中一個人還卡在對撞的車內 傷勢非常嚴重 整起的事故原因還有待釐清 國道3號快關路段也發生了死亡車禍 35歲的流性駕駛呢 這個急救之後宣告不治 但是警方發現了 他的雙手是沒有手掌的 進一步追查才知道 死者就是九年前台南斷掌案的受害者 國道路間駕駛躺在單架上 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雙臂無力的下垂 竟然沒有手掌 這讓救護人員覺得非常奇怪 國道3號北向快關路段 6號清晨的死亡車禍 35歲流性駕駛 開著雙臂轎車 在外側車道 不明原因自撞護欄翻覆 送醫急救後宣告不治 但死者雙臂沒有手掌太可疑 警方事後追查 他就是2014年震驚社會 台南斷掌案的被害人 當年派出45名警力大動作攻堅 在透天明宅 逮到犯下台南雪甲八八槍擊案主嫌 錯號昂顧的他 夥同其他4人 將死者的雙掌剁斷 還把人載到醫院丟包 嗆瞎就是要你變成廢人 手段十分凶殘 現年35歲的流性死者 多年來積極求醫 裝上一隻 更持續鍛鍊身體 放話報仇 現在主嫌被捕 被害者也自撞身亡 江湖恩怨就此落幕 記者陳生晚上 佛林雲杰彰化報導 他以為自己是小李飛刀嗎 來看到在急診室外頭竟然有人在練習飛刀 有民眾經過了台北市和平醫院的急診室的車道 看到有一名男子呢 他拿著水果刀對著樹在丟直 看到之後他趕緊把打這個電話來報警了 警方獲報之後前往了現場了解 原來這名林姓男子他聲稱只是好玩 在射擊小鳥 但是警方表示了男子這個舉動 雖然沒有造成其他人受傷 不過已經違法了 當場呢 把這個水果刀三把呢 還有把這個男子都帶回警局了 依法來偵辦 在6號下午東西上的快速道路 往台南的關廟路段 竟然出現一名這個老婦人 他騎著機車逆向而來 好 駕駛也在這個網路上分享了 他當天的行車記錄器畫面 當時他剛好經過奇美博物館附近的快速道路上 遠遠就看到有一個老婦人 他騎著機車逆向行駛 而且就騎在車道的中間 穿梭在車陣當中 如入無人之境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讓駕駛直呼到底是想嚇死誰啊 而且想問這到底是誰家的阿嬤呢 好 對此呢 網友留言了這速度真的很嚇人 還有人說哎呦阿嬤會不會是缺錢出來打工啊 全台都在找的見名女大生 台中林姓女大生失蹤案 到底人在哪裡呢 之前傳出了她在曼谷下飛機 而且已經這個入境緬甸了 台中警方證實了初步排除被人蛇集團控制 那麼全球反詐騙組織的成員呢 她叫Sammy 她凌晨在PTT發文透露了 這名女大生13項的最新狀況 好 那麼第一點就特別強調了 這名女大生是被騙的 但是她本人很樂意 除此之外呢 這個她還透露了 就是昨天下午已經收案了 20分鐘之內已經找到人了 人現在在緬北 那他們也強調了整個救援行動當中 那個救援組織是動用了 這個很多的關係 跟層級都是前所未見的 但是找到人之後 女大生說男友不走 她也不走 那除此之外呢 她所待的園區願意放人 但是女大生不肯上車 上車之後也堅持要回去 除此之外 她傳的所有訊息都是已讀不回的 好 而且不理睬的 不下樓 整個是封鎖的狀態 對於女大生這種情況 所有去救援的她的人 都感覺到很挫折 而且覺得非常的浪費時間 除此之外 還點出了這個女大生 真的很有尬詞 因為她得罪的一頭拉骨 有沒有要去救援她的人 以及歷史課本中的人物 沒有人知道這名女大生到底在幹嘛 那最重要的是 這個救援組織透露了 就要看這名女大生肯不肯上飛機 如果肯的話 她就有機會回到台灣 機票已經買了 但是女大生如果不上去的話 就變成是救援組織 要來出這筆錢了 台中林姓呂大生離開宿舍後 一去不回與家人失聯 到目前為止 只查出她人在緬甸仰光 警察當事人是自行出境 持續釐清有幕後集團介入 及是否涉及其他刑案 警方調查 呂大生前男友曾擔任 監管人頭行動的控車手 呂大生一次透過她的人脈 認識了新男友 而新男友已經在緬甸一段時間 是否從事詐騙不得而知 呂大生此行可能是去找新男友 但也不排除可能是被 以觀光旅遊的名義騙過去 很可怕 有網友列出怪異行徑時間軸 3月29日 呂大生扮新門號曾出現在校園 隔天她的定位是在桃園機場 同一天媽媽收到她傳的早安圖 說好清明節要回家卻失聯 扯的是後來發現 呂大生原本的手機是前男友在使用 送手機還兼送門號 早安圖又是誰傳的 疑點重重 呂大生在緬甸 兩任男友又到和詐騙扯上關係 很多人想到了KK園區 那裡牆高4米 頂部還有帶電鐵絲圈 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得了 逃跑被抓到肯定輪番虐打 有網友則推測 女大生很可能往緬甸北部前進 到底女大生人在緬甸做什麼 動向沉迷 讓家屬可說是心急如焚 記者金文中 王世函台中採訪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